1月5号,150多款生肖鼠文物集中亮相南京博物院,渐渐讲述中国传统年俗文化。 此次生肖系列专题瑞福鼠,南京博物院藏鼠文物特展,从陶塑、瓷器、玉器、铜器、漆器、雕塑、书画、年画、剪纸、饰品等文物中, 艺术再现了鼠与生肖,鼠偷吃粮食和瓜果的形象,以及表现天敌捕鼠的相关作品。 其中一件商代文物格外显眼,鼠字象形文雕刻在甲骨上十分珍贵。 这是商代的一个甲骨课词,这个甲骨课词当中也是最早有这个鼠字文字记载的。 在我们的库房里面就找到了一件非常小的,上面有鼠字的一个甲骨课词。 鼠字就是一个象形文字,它就是一个小老鼠张开了一个嘴在咬东西的一个状态。 它上半部分就是相当于它的嘴啊、牙齿啊,下半部分就是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造型。 现场不仅展示了生肖鼠造型的文物,还有各式各样的鼠文化剪纸作品,也向参观者一一呈现。 老鼠嫁女作品呢,也是我们现代这个鼠文化艺术对这个子鼠崇拜的一种传承,运用模拟化的这个特征呢。 出嫁了以后把新的东西,或者说非常吉祥的东西,非常福祉,非常瑞祥富贵的东西把它引进来。 所以在我们南方民俗这个文化当中啊,大年三十,还有就是说正月十五这一天呢, 它都要挂一点这个老鼠出嫁的这样一些的简纸,除旧迎新,驱邪纳吉。 今年是鼠年,苍湾这个有跟老鼠有关的这个展览感觉特别好,顺便祝大家鼠年快乐,请大家幸福。 我看到这个整个鼠的简纸艺术,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在这体现的淋漓尽致。 当天还集中展示了鼠语蝙蝠、石榴、葡萄等珍贵文物,利用谐音和象征手法表达多子多福, 凌鼠闹春等年俗文化,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幸福观。 这个展览呢,一共展出了我们的院藏文物呢,150多件。 希望大家呢,了解中华特有的十二生肖的一种文化的一个内涵, 也希望大家呢,从中呢,得到这个福气。 鼠年大家生活呢,节节高,鼠年生活呢,人们都福满满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